佳曲哥 干嘛呢 没干嘛 今天公司组织带着聚餐 可以带家属 我带你一起去 谁是你的家属 我就不去了 我已经准备吃外卖了 跨年夜你吃外卖啊 你如果怕人多的话 你跟我单独吃个饭 我不想出去 你还欠我顿饭呢 想来账啊 我现在马上订掉餐厅 然后你收拾一下 赶紧出门 我 我快到你学校了 那我换个衣服 好 到了我打给你啊 咱们先去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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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是因为今天他们去中兴广场 参加跨年倒计时 我觉得人多 而且以后太冷了 我不想出门 那我一叫你就出来 那是因为 是因为我本来就欠你一顿饭 我今天要是不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我在赖照 不想请你吃饭 我说那个话只是开玩笑的 对了 上次在医院 我不是故意要乱你开玩笑的 所以 今天哥哥想在这儿 正式跟你道过歉 这有什么好道歉呢 又不如什么大事 再说的已经过去很久了 好了 来 你多吃点 今天我请客 当时我赔罪 不是说好是我请客吗 我本来又还欠你一顿 你这话什么意思 走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吃完这顿饭 我们就不用再见面了 也不可怜可怜我这个顾驾寡人 陪哥哥吃几顿饭都不行 夏许哥 你快吃饭吧 今天话真的很多 好不容易请我们小丧志吃个饭 多聊聊天怎么了 那聊聊你 最近感觉学习怎么样 那些东西绝对有兴趣吗 老师说 大一的时候专业可不会太多的 但是大二的时候就会多的 那我们坐这儿吧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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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